鱼友们咱们看一眼啊 视频当中这两条鱼呢 有严重的烂伤烂嘴烂尾 像这个春天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 平时呢这个水质呢一定要保持好 像这个水质的保持呢 离不开的就是换水困水 再加上洗棉换棉 千万不要等这个鱼呢 到这种严重的程度咱们再去治 尤其是这个烂嘴这块 因为嘴的话平时老冻 所以说它恢复的话特别的慢 咱们平时呢一定要学会观察这个鱼 因为在烂的前期呢都会发红种 因为如果说烂嘴的情况下呢 即使它长好了之后 这个嘴那儿也是一个窝口 那像这个鱼呢 如果说烂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 必须打一针阿米卡星 然后呢把这个伤口用这个黄粉 或者点符或者高木端甲 给它清理一遍 喜欢养鱼您关注啊 咱们每日分享更多养鱼知识